如果看我的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Fender的A9其實是我最常用、最更新的一個耳機 那有些朋友inbox我問 A9是否真的好聲 但很貴,有沒有一些便宜的又差不多的選擇 A9當然是好聲 但如果你要便宜一點又有差不多的選擇 便宜一點就不會一樣 便宜一點差不多的有 好,很簡單而已,用一個型號,A7 那會不會相差很遠? 如果數單元來說是有些距離的 A9就是六個鐵 A7就是一圈兩鐵 數單元當然是沒得廢 但如果你戴上耳朵聽的話 A7都做到過一種Fender的聲底 我自己覺得A9是做到很好的Fender的聲底是怎樣? 很清晰的 但你不會覺得薄的 空間感是很足夠的 A7一樣做到這件事 當然如果你說 數樂器、數人頭 A9會數得好一點 數得清楚一點 但如果你不是,純粹是聽歌來說 A7都做到一個很上勝的Fender聲底的效果 加上現在A7就減價了 這條影片出門開始就減價了 由這個4380一劈到2580 即是多少截? 沒有空數了 總之減了一千多元 由這個差不多A9一半的價錢 劈到A9三分之一的價錢 如果沒有A9來說,我都會選擇用A7 尤其是它的金色 也挺吸引 因為A9沒有金色 A7的金色表面也挺帥的 如果你說一來就買一隻兩千多元的耳機 一旦玩Fender玩到這麼貴 會不會不划算 或者有些卻步 有另外一個選擇 現在也是減價的 就是A2 A2就是一個動圈的單元 你普通操帶都可以的 本身它的原價就是1780 現在減到1280 減得少一點 減5塊 但如果以一個入門 你剛剛想試Fender的耳機來說 A2的藍色 還搭我的衣服多一點 A2的藍色質感挺漂亮 如果你就這樣拿上手看 A2和A7 是差不多Gray的東西 你不拆開它看單元 其實是一樣的外表 如果你純粹入門玩 你可以試試A2 就1280 但如果你有少許預算 喂大哥 你加一倍上了幾個模特兒 A7已經是 HIGH到頂 那我就會選A7 所以如果大家是本身在監視Fender 那我會幾高度推介 就玩一下這個A7 因為現在就減價 那去E-Shop那裡 就可以用優惠價買到 其實在街上已經有些水貨減價了 但我要提醒你 水貨是沒有保養的 而這些可以換線的耳機 最好有保養就穩陣一點 所以我們這裡是行貨有保養的 歡迎收看 按讚